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雁 继续打气球 看见 星星 江南 彩莲 气球都打破了 还有呢 小鱼 青蛙 夏天 顽皮 继续加油 旧式 冬天 两头肩 在 读这三个词语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读准轻声哦 凉了 叶子 小小的船 这些词语读的时候 还要注意读准一的不同读音 一起来读一读 一年 一年 一日 一寸 一片片 一群 一会儿 最后一个词 还要注意读准耳化音 一起再读一读 一会儿 还有三个气球 读音一错 一起来读一读 春 传 说 这位同学的翘舌音读得真准 下面带着词语 大家再来读一读 春天 传 儿 说话 词语都读对了 气球都被打光了 真厉害 下面让我们再来玩碰碰车的游戏吧 意思相反 或者相对的词会成功地碰在一起 一起来试一试吧 东 东 西 南 北 南 北 大 小 天 地 碰碰车继续 上 下 男 女 开 关 正 反 碰碰车可真有意思呀 下面让我们来选择反义词 说句子吧 老师来举个例子 我选大 小 西瓜大 苹果小 你们也来选择一组反义词 照样子说一说吧 一起来听一听这两位同学说的 男 女 爸爸是男人 妈妈是女人 东 西 太阳从东边升起 从西边落下 同学们 生活中还有哪些反义词 也来试着说一说吧 一起来听一听 高 矮 我的个子很高 妹妹的个子很矮 粗 细 大象的腿粗 小鹿的腿细 这些同学注意观察生活 反义词运用得很准确 瞧 一列小火车开来了 快读一读车厢上的词语吧 小小的船 弯弯的月儿 闪闪的星星 蓝蓝的天 原来这是一些带有碟词的得字短语 你们也来试着说一说 舔一舔坐上小火车吧 小小的贝壳 弯弯的香蕉 闪闪的钻石 蓝蓝的大海 同学们 你们还会说其他带有碟词的得字短语吗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同学说的 红红的苹果 绿绿的草瓶 黄黄的花朵 这位同学运用碟词来搭配描绘的生动记忆了 同学们 下面让我们来玩过山车 复习一下多音字 为变红的字选择正确的读音 一起来听一听这位同学的选择 土地 顽皮的书 地面 自言自语地说 读音字的不同读音 这位同学 区分得真准 瞧 过山车开动起来了 现在 让我们坐上 摩天轮 还记得 这几个偏旁吗 你认识哪些 带有这些偏旁的字呢 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的积累 我们来分别复习一下 带有木字旁的字 树 林 带有口字旁的字 夜 吃 带有人字头的字 会 个 带有门字旷的字 闪 问 带有三点水的字 江 河 带有草字头的字 莲 花 带有盐字旁的字 说 画 带有虫字旁的字 挖 叠 带有折纹的字 东 下 同学们 像这样 按偏旁 归类来识字 可真是一种 好办法 游乐园里 好玩的课多了 还有热气球呢 里面装着 我们在第四单元 学写的新笔画 一起来复习一下 新笔画放在栗子中 我们再来认一认 同学们一边听着笔画名称 一边疏空一遍 咯 横撇 弯钩 月 撇 横折钩 横 横 儿 撇 竖弯钩 可 横 竖 横折 横 竖钩 西 横 竖 横折 撇 竖弯 横 女 撇 撇 撇 横 这些新笔画 一定要记牢哦 在第四单元 我们一共学写了十六个字 除了这六个字 再让我们来认认 其他十个字吧 子 人 大 头 里 东 天 是 四 开 下面 让我们来玩一个火眼晶晶的游戏 仔细观察比一比谁的眼力好 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 勒 加一横 就是子 这三个字呢 人 加一横 就是大 大 加一横 就是天 还有两个字呢 西和四 中间相同 西去掉一横 撇和竖弯 写在横下面 就是四 这些同学果然好眼力 发现了这些字笔画的差别 这两个字大家再找一找哪里写错了呢 头 最后一笔不是那 应该是点 西呢 西 第五笔是树弯 不是树弯钩 关键笔画记得可真清楚 这两个字笔顺特别容易出错 看一看你记准了吗 先来说说理 理 字的笔顺 先写上面的日 再写树 最后写两横 再来说说四 这个字是全包围结构 写的时候先里面后风口 笔顺一定要记牢哦 第四单元学写的字 我们把它放在词语中 再来读一读 来了 叶子 大人 月儿 两头 船里 可是 东西 四季 天气 女儿 开门 下面 刘老师奖励大家玩一个有趣的游戏 迷宫寻宝 找到入口了吗 对了 从这里出发 每遇到一面棋子 要完成一个任务才能顺利通过 奇迹三面棋子就能找到宝箱了 同学们 接受挑战 出发吧 第一个任务 我会背 同学们 这些内容 你会背了吗 如果会背了 在题目后面给自己画个笑脸 老师抽取两处 来检查一下大家 一起背一背吧 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 弯弯的月儿 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 男儿两头肩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 蓝蓝的天 背得真好 奖励一个笑脸 再试着背一背 日记月脸中 关于珍惜时间的名言吧 一年之际 再于春 一日之际 再于晨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 寸光阴 背得太好了 快画一个可爱的笑脸 其他三篇 屏幕前的同学们 如果也能背得这样好 画上笑脸吧 奇迹五个笑脸 祝贺完成任务的同学 得到了第一面棋子 继续出发 第二个任务 我会说 仿照课文四季 说一说自己喜欢的季节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四位同学说的 桃花朵朵 她对小鸟说 我是春天 西瓜甜甜 她对青蛙说 我是夏天 苹果红红 她笑着说 我是秋天 雪花飞舞着 她调皮的说 我就是冬天 这四位同学的语言表达能力真强 创作了一首新的四季歌 祝贺完成任务的同学 得到了第二面棋子 继续加油 第三个任务 我会读 老师推荐一首儿歌 摘西瓜 借助拼音读一读 注意读准字音 特别注意读准飙红的词语 我们跟随小伙伴来试一试吧 真棒 祝贺读得正确流利的同学 得到了第三面棋子 现在大家 齐集了三面棋子 完成任务 迷宫寻宝 获得成功 好了同学们 今天我们一边在学习游乐园里玩 一边复习了第四单元的内容 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收获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个单元再见 下个单元 揹我们下一个车 在下面 大家一起ぜ替呀 就这ически 对 在全部 导宫 自